雪霄学名,Bubo Scandioka,是吃霄磕雕属的一种大型猫头鹰,头圆而小,面盘不显著,没有耳语促。嘴的肌部长满了钢毛一样的虚状语,几乎把嘴全部遮住。红膜金黄色,嘴千灰色或角褐色,爪肌灰色,末端黑色。 它的雨色飞,长美丽,通体微雪白色,也有的时候布满暗色的横斑。雪霄在夏季主要栖息于北极的洞原带,洞原台原丘陵,海岸和临近荒原与沼泽等。 冬季则主要栖于台原森林,平原,旷野和森林中,特别是开阔的枢林的带,也曾建于海拔,三千米以上的真叶林带。 它是一种几乎完全在白天,活动和觅食的销泪,因为北极一带的夏季,一天24小时都是白昼。 但到了冬季,一天24小时又全都是漫漫长夜,只好往南游荡,以蜀类、鸟类、昆虫为食。 在北极和西伯利亚繁殖,月、东石可鉴于中国北方部分地区,十分罕见。 雪霄生活在北极地区,猫头鹰一般都在夜晚出来捕食,而雪霄白天黑夜都可以出来活动,猫头鹰一般都在树上生活。 北极地区没有这样的条件,所以雪霄只能在岩石上建造自己的巢,雪霄一年产十二枚卵,此雪霄在巢中复旦时,熊雪霄担负密食和护家的任务。 主要捕食驴鼠、欧捕食野兔、欧和鸭等大型猎物。 雪霄的足迹遍布还北极冻土,但以及北极圈内的不被冰雪完全覆盖的岛屿上,包括阿拉斯加、加拿大、格、灵兰、斯堪的纳维亚北部、俄罗斯、新地岛北部和西伯利亚北部。 由于在特定季节食物匮乏,可能漂泊到欧洲南部、高加索山脉、土耳其、日本、朝鲜、沿袭马拉雅山,甚至可能游荡到印度西北部、德克萨斯州、佐治亚州甚至加、勒比地区也曾有米鸟记录。 冬季,雪霄可见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、美国南部、冰岛、独猎滇群岛、欧洲北部、俄罗斯中部、中国黑龙江省北部、新疆西部和库叶岛也有少数雪霄出现,在河北北带河有米鸟记录。